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在我们的天空中 有时会出现一些令人费解的现象 2017年 奥姆阿姆阿登场 掀起了一阵科学界的狂潮 这个神秘的天体是外星生命 宇宙船亦或是我们无法理解的新事物 今天 我们将揭开这个谜团 探索奥姆阿的神秘之旅 这可能标志着太阳系以外的存在首次造访我们 蓝色的地球是否终于引起了其他星系的注意 疑惑 这只是一场来自破碎文明的残留 让我们一起解开这个令人着迷的谜团 自2017年秋季起 那个贴近地球近地轨道的不明飞行物 一直让科学家们忧心忡忡 而如今 地球欢迎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访客 奥姆阿 奥姆阿这个名称被翻译为遥远的使者 然而 它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实际上 不明飞行物的访问并不是首次发生 每年都会有数千份飞行物体的目击报告 但其中一些可能是虚假的 然而 没有哪一个比这个更加引人注目和神秘了 提起不明飞行物 人们通常会想到椭圆形的头部和细长的身体 载着外星生命体的飞行器来到我们的星球 然而 不明飞行物的真实情况要复杂得多 这个术语涵盖了一系列未被确认或目录化的物体 可能来自宇宙 也可能是某些阴谋论的产物 它们可能是宇宙中的碎片 也可能是阴谋论者所称的宇宙飞船 无论如何 让我们继续深入探讨奥姆阿这个引人入胜的话题 对这颗星际天体的发现 人们充满期待 几十年来 科学家们一直预测并期待着这样一次重大事件 以巩固我们对太阳系之外存在其他世界的信念 然而现在我们拥有了毫无疑问的具体证据 证明宇宙不仅局限于我们的星球 然而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在于 科学家们原本期待着来自家园星系的访客 但奥姆阿与他们的想象截然不同 许多科学家可能预料到 我们会遇到与已知的大圆形或不规则形状的 宇宙岩石相似的物体 然而奥姆阿却是完全不同的存在 它的形状引发了极大的好奇心 最初天文学家们认为它像雪茄或热狗 但仔细观察后发现它更像尖柄 此外奥姆阿相对较小 长度约为377英尺 宽度为364英尺 厚度为62英尺 尽管在天体物体中看起来相当庞大 但实际上却相当微小 2017年10月19日 天文学家罗伯特·埃里克 做出了一项令人惊叹的发现 或许他没有预料到 这一天将已发现历史上其中一个最为引人入胜的天体之一而结束 但是命运给了他一个惊喜 利用位于夏威夷的晴空塔天文台的确凿望远镜 他发现了这个横过待命区的神秘物体 当时奥姆阿已经经过了离太阳最近的点 正在从地球2100万英里远的位置远离太阳 这相当于地球和月球之间距离的大约85倍 在地球发现时 奥姆阿是非常独特的 并且是首次在禁地轨道上发现的天体 最初 国际天文联合会认为他是水星 因此将其命名为C2017-U1 但由于缺乏尾巴 排除了他是小行星的可能性 最终将其分类为2017-U1 一旦确定他来自太阳系之外 命名法就迅速改变了 尽管他通常被称为奥姆阿 但在科学上 他被指定为EI-2017-U1 这个名字本身反映了这个物体 被认为是从非常遥远的地方 向人类文明传达信息的信使 奥姆阿的运动信息 是通过空间监视项目的一部分获得的 使用了晴空塔望远镜 和加拿大法国夏威夷望远镜CFH 但这还不是全部 奥姆阿的轨道和形状 是通过天文台的超大型望远镜 南天大型望远镜 和夏威夷Gemini北望远镜的观测推测出来的 尽管奥姆阿相对较小且不太明亮 但由于我们发现它时 它已经远离地球几百万英里 因此观测起来非常困难 事实上 由于这颗天体的亮度下降到约13.5等时 我们无法在2017年9月9日 今日点附近的Stereo A观测中看到它 到了10月底 它的亮度已经降低到了看似等级23 到2017年12月中旬 奥姆阿的移动速度太快 以至于即使在最大的地面望远镜上 也无法观测到它 因为它太暗了 奥姆阿的起源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但它的特征给我们提供了一些线索 看起来它是一颗太空来客 也就是说 它来自宇宙中的另一个星系 进入了我们的太阳系 宇宙的广袤和新奇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几个世纪以来 它一直激发着科学家 哲学家和充满好奇心的人们的想象 宇宙的空间大小尚不明确 但我们目前观测到的宇宙年龄约为930亿年 这个数字是可以测量的 然而 这个数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呢 换句话说 以天文学上使用的距离单位来说 这相当于大约58.8亿英里或9460万公里 这意味着可观测宇宙的直径约为546万亿英里 即878万亿公里 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 难以理解 为什么宇宙会如此巨大的答案在于它的年龄 根据宇宙学理论 宇宙大约在约138亿年前 由一次迅猛膨胀的爆炸事件诞生 自那时以来 它持续加速膨胀 受到诸如暗能量等新力量的影响 随着宇宙的膨胀 物质开始在重力的作用下凝聚 形成了星星和星系 最终形成了像地球这样的行星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结构变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复杂 产生了我们今天在宇宙中看到的不可思议的多样物体和现象 可观测宇宙仅仅是整个宇宙的一小部分 包含了一切 大写字母U的宇宙包括所有物质 能量 空间和时间 但是观测宇宙指的是我们从地球上能够探测到的部分 这个区域是有限的 延伸到大约930亿光年的距离 由于光需要时间来传播 我们所看到的可观测宇宙中的物体是过去的物体 此外 由于宇宙的膨胀 远处的物体正在迅速远离我们 光也在拉长 因此它们变得越来越难以探测 宇宙的边界是一个复杂而迷人的谜题 没有明确的答案 根据宇宙原理 宇宙是无限的 没有认知的界限 另一种理论认为 宇宙是有限的 但没有定义明确的边界 它曲折地环绕着宇宙本身 我们的宇宙是更大多元宇宙的一部分 其他宇宙可能与我们的宇宙相连 也可能是独立的 此外 利用詹姆斯微博太空望远镜 天文学家发现了宇宙网这一由星系以丝状构成的大规模结构 这个网络源自早期宇宙中密度微小的波动 通过重力的作用得到增强 揭示了物质是如何分布的 以及星系如何随着时间演化的 通过观察到25个具有质量超大黑洞的非常明亮的星系 这些丝状结构是在大爆炸之后中心位置时被发现的 在这些星系中 发现了10个以明亮的QAOS2为支撑的星系呈现状排列 这些结构展示了这种丝状形态可能在宇宙早期存在 引发了对宇宙网形成和演化的理解的质疑 这一发现还为我们提供了了解黑洞对当时环境影响的线索 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 在早期宇宙和宇宙科学研究中取得了重要发现 确定了宇宙网的初始结构 揭示了星系和星系团的形成过程 此外 首次在猎户座星云中检测到了年轻恒星周围的重要分子 假流离子 这一发现不仅在宇宙有机化学中具有重要作用 还通过确认复杂碳基分子的形成 为我们了解行星盘内有机分子的形成和演化提供了洞察 这些发现证明了詹姆斯·维博望远镜的灵敏度和分辨率 以及其探索宇宙和宇宙科学谜团的能力 此外 詹姆斯·维博望远镜揭示了银河在早期宇宙中 清除了不透明气体的重要事件 使得光线能够自由传播 这是宇宙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天文学家利用詹姆斯·维博望远镜观测装置 发现了巨大爆炸后九亿年的银河 已将周围的气体去电离并变得透明 这些银河周围去电离的气泡逐渐成长融合 宇宙逐渐演变成了当前透明的状态 这些早期的银河展示了活跃的恒星形成 和异常结构等惊人特征 挑战了我们对银河演化的理解 詹姆斯·维博通过研究这些古老的星系 提供了关于它们特征、质量、演化和环境影响的宝贵信息 这些发现揭示了詹姆斯·维博 展示了迄今为止隐藏的早期宇宙的新面貌 并展示了天文学家们深入了解银河形成和演化的方法 詹姆斯·维博的先进星向外银河探测计划 领先地通过成像和红外风光来研究早期宇宙中迎合演化的项目 此外,詹姆斯·维博做出了重要的发现 包括鉴定了数百个极年轻的星系 这些星系是迄今为止观察到的最古老和最遥远的星系之一 提供了有关最初的星和星系形成的重要信息 詹姆斯·维博运用红外灵敏度和分辨率 拓展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 它的方法使我们得以探测到宇宙膨胀 导致远处物体红移的光 这项技术揭示了一系列红移极高的银河 为我们证实了詹姆斯·维博 在研究宇宙最原始阶段的独特能力 观察到的古老星系与现今的星系相比有着显著的差异 它们更为微小、更为暗淡、更为年轻 而且形成了一系列发射紫外线 并使周围气体去电离的庞大恒星 这些星系对于我们理解最初的星体和星系形成过程至关重要 它们帮助我们解答了宇宙如何从暗黄色 逐渐过渡到透明状态 以及逐渐去电离的过程 这些星系的复杂多样的结构 以及其中的恒星活动和超新星爆发迹象 也为我们提供了深入探究宇宙演化的宝贵线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还通过这项研究测量了附近星系的大小 揭示了星系随时间增长和变化的模式 詹姆斯·韦伯在红外领域的创新 为我们打开了通往宇宙早期的新视角 他的工作将为未来的研究提供宝贵的遗产数据 詹姆斯·伍德致力于研究宇宙早期星系的形成 通过观察由七个星系构成的原子星系团 揭示了星系形成的奥秘 这些星系在暗物质的引力作用下 快速移动 仿佛被一种引力胶水紧密结合在一起 詹姆斯运用近红外光谱仪器测量了它们的速度 确立了它们在原子团内的连接关系 此外 他还通过光谱数据 对当前原子星系团的未来演化进行了建模 并预测它们将逐渐成长并转变为昏睡星系团 这一发现揭示了宇宙早期阶段星系如何聚集 并演变为今天我们所见的巨大结构 詹姆斯·伍德不仅能够研究宇宙中较为接近的星系 他还能通过红外光检测和研究远处的星系 通过观察不同时期星系的形状和结构 他揭示了星系形成和演化的过程 初期星系经历了重力和气体相互作用而快速增长和变化 呈现出复杂混乱的结构 随着时间的推移 更成熟的星系逐渐呈现出更规则的形状和结构 显示出随时间增长和变化的趋势 此外 虽然存在形态学上的多样性 但他还发现了与附近星系相似甚至更复杂的星系 詹姆斯·伍德的研究不仅局限于星系的形态与结构 他还关注远处星系的科学特性 他发现了复杂探机分子形成和演化的重要信息 如从年轻恒星周围的行星形成盘中检测到的甲基氧离子 这些发现为解释生命有机科学和宇宙环境中分子形成和演化提供了线索 通过探测来自远处复杂尘埃的微弱信号 以及利用红外光的灵敏度和分辨率 詹姆斯·伍德拓展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 这些进展推动了星系和宇宙科学的发展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詹姆斯·伍德独特的能力 他能够利用红外波长观察并揭示早期宇宙的神秘面貌 博士·詹姆斯·维克在离地球35亿光年之遥的宇宙中 揭示了潘多拉星团这个复杂而暴力的领域的新细节 这架望远镜能够探测银河团内的物体 遥远的星系以及引力透镜 并将其光线放大 清晰地显示在图像中 此外 詹姆斯研究了星团中气体和尘埃的分布和复苏 并揭示了有关热等离子体和冷地质的温度密度 以及金属丰度的信息 同时 观察到了银河团内银河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展示了各种形状、颜色、质量和年龄历史的其他星系形成 以及可观察的合并和星系碰撞 这些新的细节 使我们对潘多拉星团内银河的演化和相互作用 有了更完整的理解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 别忘了点赞、分享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与我们一起探索更多精彩内容 记得留意我们的更新 与你分享更多有趣的知识和趣事 期待在下一个视频中与你再次相见